上下古今坛 演艺时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演艺 欢迎各位收听上下古今坛 今天在节目里 我们要与大家继续一同解读三次经 这一次我们要读三次经里面的第三第四两句 性相近 习相远 照例我们还是先看这六个字的本意 性相近 谈的是人先天的本性 这个部分全然不由自己控制 习相远 谈的是人后天的习性 经由习惯养成 自己要负全部责任 性这个字 我们在解读性本善的时候已经讨论过了 既然人性本善 刚出生的婴儿 大家都天真无邪 彼此之间自然相差无几 所以说性相近 再看习相远的习字 说文解字上说 习 硕飞也 硕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飞 飞了又飞 指的就是小鸟学习飞翔 鸟飞不是一次就能学会 需要不停地练习 一直到把飞行这个动作变成如同本能的反应为止 所以习字上半部是羽毛的羽字 指鸟的羽毛也就是鸟的翅膀 习字上半部的白不是白色的白而是白天的白 小鸟只在白天才练习飞行 晚上回归鸟巢不会在巢外乱飞 鸟不是生下来就会飞 需要经过学习 同时需要不断地练习 一个动作在长久地学习练习之后会成为习惯 所以我们看学习练习习惯这些词都用到这个习字 文语学儿篇上孔子说的 学儿时习之不亦悦乎 从这句话可以清楚看到习这个字的含义 再看近于远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都是形生字 而且都是错步的字 这个错步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走之旁 错是走走停停的意思 所以错步的字通常与前进或者后退有关 反走入就会产生距离 所以错步的字也与距离有关 远近这两个属于错步的字 谈的就是距离 最后我们看 姓相近习相远里的相字 相字是一个破音字 就是一个字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读音 而且每个读音代表不同的意义 相这个字可以读作相貌的相 也可以读作互相的相 用在姓相近习相远这两个相 它是互相的相 互相的相往往带有双向的意义 譬如说相爱一定要涉及两个人 只有一个人的爱情是单相思 不合相爱的标准 再譬如说相看一定要有两个主体对看 李白的相看两不厌 唯有静庭山的相看 就有两个主体 一个是李白 一个是静庭山 李白看静庭山固然毫不厌倦 他还认为静庭山看他也从不厌倦 所以才会有相看这个词 还有相逢是两个人遇见 如果只有一个人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不可能用到相逢 姓相近习相远的相也带有双向意义 这里的两个主体就指两个处在不同环境中的人 按照姓本善的标准来看 人刚生下来的时候所带有的天性 因为自然善良 所以彼此之间非常接近 但是这样的天性相差不多的两个人 却因为后天环境不同 受到不同的熏燃 渐渐越来差别越大 甚至有可能会成了善恶 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这就是习相远了 我们翻开历史 先秦时代最早肯定 姓相近习相远这个理论的人 鼎鼎大名 无人不知的有两位 第一位是至圣先师孔子 我们前面曾经谈到过 孔老夫子很少谈到人的天性 但是在《论语洋货篇》里 孔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姓相近也 习相远也 是的 各位 三字经里的姓相近习相远 其实就是源自于论语里 孔子说过的话 事实上 孔子不仅说过 姓相近也 习相远也 在《论语洋货篇》里 他还说过 为上智与下于不宜 上智指天知非常聪明 意知非常坚定的人 这种人无论处身于多么恶劣的环境中 都不会放弃自己善良的天性 努力去做正确合理的事情 下于指天知非常愚钝 意知非常薄弱的人 这种人 无论处身于多么美好有力的环境 都不能摆脱自己的劣根性 仍然会做出害人害己的坏事 一是改变 是转移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只有处在善恶两个极端的人 有可能是不会因为环境不同而改变 其他在上智与下于中间的人 都免不了要因为身处不同的环境之中 就像被泡在不同的染缸里 会变成不同的颜色一样 改变了自己的本性 为上智与下于不宜 这句话可以说是对性相近习相远 所做的进一步的说明 除了孔子之外 先秦时代第二位最符应性相近习相远 这个理论的名人是谁呢 是为了要替儿子找到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搬了三次家的孟子的母亲 在那个安土重迁的时代 孟母以一个单亲妈妈 不辞艰难的一再带着儿子搬家 可以说是一个壮举 她的努力没有白费 孟子果然受到环境的影响 努力向学成为战国时代 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排名紧接在至圣先师孔子之后 号称亚圣 强而有力地证明了 环境对人性所产生的影响 孟母三千的故事 我们会在谈三字经理 席孟母则灵楚这一段话里 做比较详尽的介绍 在这里就不多谈 今天节目的时间又要到了 下一次我们要谈三字经理的 狗不叫姓乃迁 期待下次与您空中再见